抱歉,抱歉,抱歉 如果你不要好好兩個人的話 就分手哦 不要動我 你不要動我,實際上,抱歉 你太多給你們好不好嗎 你這麼停下來 你這麼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打鈴的鈴鈴隊 今天其實有點沉重 怎麼說呢 就是今天是聖誕節 然後昨天就是聖誕前夕嘛 我其實就在昨天聖誕前夕的時候呢 就和打達大吵了一架 是真的大吵的那一種 就 我來講一下為什麼我會跟他吵架 是打達就在昨天的時候呢 他就有工作在身就想說 反正昨天沒有事情做嘛 就來拍一些戴眼罩啊 然後一些影片之類的 他就想說 呃 工作為先的這種心態 但是我呢 是比較屬於重疑似感的人 我會覺得 在節目的時候呢 我們不要做工 我們好好去放鬆一下 去吃下天秤啊 吃下東西啊 但是打達就沒有這個想法 他只會覺得說 欸,工作重要 但是我的這裡就想說 這個工作不趕時間啊 也不急啊 為什麼你要這麼趕 然後就在討論中的時候呢 打達的語氣就越來越不耐煩 然後我就很不好受 我就有在那個時候跟他大吵了一架 在做完的時候 我也沒有回他的家 睡覺 我一樣是在工作室這裡一個人 其實我自己也是有錯 我應該也是要好好的去體諒他的這個心情 其實我的內心呢 是有原諒打達了的 只是我沒有先跟他說 我原諒他 然後我就想說 欸,我可以拍下一個影片呢 來給你們看說 打達呢 私底下呢 會怎麼哄回 身為女朋友的我 沒有錯 對 所以呢 我呢 就送少了一些行李啊 之類的啦 先記得看下去 然後按讚你分享 訂閱 打開 打開小鈴鐺 就完新影片呢 你們就在這裡 選手的 OK 好啦,我就先去準備一下 然後打給達達 叫你打過來 Let's go Woo OK 我已經收了一個行李箱 為什麼我會收行李箱咧 因為每一次哦 好像之前有吵架 我就跟大家說 欸,我要回冰城了 我不要跟你住啊 然後他就會很放軟他的心態 然後過來哄回我 其實我是亂收的啦 不是真的收 只是有一點重量啦 因為我怕等一下 如果我沒有放東西進去 他會覺得 我是假假的 然後呢 我就會打電話來叫他說 打 我要回冰城 你正在來帶我去地毯 對,沒有錯 我就是故意要這樣弄他 然後呢 我會跟他講說 之前貓貓我不要了 我給你 你拿去 OK 你要跟爸爸還是跟我 你要跟你爸爸還是跟我 你要跟你爸爸還是跟我 全部我不要了 你拿去 然後呢 看達達會怎樣來安慰我 啊 然後我講 把貓還給你 我就不要了 什麼都不要了 不,我們就開始了 廢話都說 所以我們Let's go 等達達來吧 Let's go 達達已經來了 然後我就要假裝很生氣 但是我找不到 我給他 不要動我 哦 你真的要這樣子嗎 怎麼要收行李咧 我要回冰城 你不要理我 有必要 反正你的脾氣這樣壞哦 我也不想跟你多講幾句 我拿脾氣壞那時候 只是對你的不好一下吧 你也知道在拍東西嗎 拍東西 我昨天跟你講了 我不要拍 我要 我要好好兩個人 如果你不要好好兩個人的話 就分手哦 有必要這樣子嗎 我了 我不管 我現在我要回冰城 你不要這樣子嗎 不要動我 所以你跟我拿行李箱上去 你不要動哦 你不要動哦 你不要講對不起K媽 那些貓全部我留給你 你全部拿去讓你自己再放那裡 不要動啊 對不起啦 不要 不要動哦 你就不能 我不要 你現在你就不能好好坐著咩 這麼一定要動手動腳哦 你看不出人家生氣了是嗎 生氣隔一天就好了嗎 沒有 這麼生氣怎麼隔天就好 你昨天又不看你找我 我跟你講 我要回冰城 你才來找我 我還以為你不會這樣子嘛 收走就走 你回去啊 我要起來啊 你就給我自己啦 你自己有沒有陪你嗎 對不起啦 我不要動我 不要動 不要動我 對不起 不要動我 聽不懂是嗎 你怎麼要這樣子咧 有這樣嚴重嗎 你怎麼沒有這樣嚴重 昨天你又要這樣凶 好好溝通有這樣難咩 不能好好溝通就分啊 不是啊 就是要跟你好好溝通 不要我不想跟你溝通啊 不要 對不起啦 你給我拿行李箱上扯 給我拿手 帶你去吃了一些東西 房住這些也可以買 你拿上車先 吃了一些東西還會啦 你先不要我就不要走 我就坐在這邊打讓你拿上車 我什麼都不要做 我餓死 我年夜餓死 這樣拿上車 去國一起吃好一個東西先喔 你拿上車先 來 來你看 來你看你們 不要動我 你這樣子回來不會想上車嗎 我 我要過來看我會過來看 你不用管 上車 不要動我 不要動我 你故意的是嗎 你哪行李箱上手 上車呢我就跟他出去啊 然後我就 總之就是出去就對了 OK Let's go Let's go 你現在帶我去哪裡 去吃甜餅啊 其實今天已經計劃好好的 我已經講要去機場了 你不要這樣啊 你陪我吃最餐給媽啊 我吃最餐 我要吃老是嗎 陪我吃我的最餐 你的最餐你要吃老是嗎 我的最餐 我怎麼要回機場 我要去機場 我要回冰草 是啦 陪我吃好就帶你回K媽 我已經安排好了咧 你明明就是吵架 才安排好的 沒有啦 不要動我 你跟我好好駕車 有這樣嚴重咩 可是態度對你不好啊好嗎 你態度不好 你不是今天而已 我已經回去很多天了 他跟你講對不起了 你每一次做錯嗎 講對不起 但是你有改過咩 沒有 我今天有計劃好咧 晚上那些 登誕節你回去 做沒有跟你過 跟一個 一個對我這樣不好的人過 我真的沒有過 晚上你送我聖誕禮物好咩 我不要物質上面的東西咧 我要你好好對我咧 我要你好好對我咧 唉唷 終於帶我來這裡 你不要吃最後一次啦 我已經安排好了咧 在樓上那邊 你吃多最後一次啊 你不要再給我 等一下吃完立刻我要去機場 可以啦 我不要 你自己吃 我要排 我只是來拍我這個天餅 結果我還沒有拍完 你去哪咧 可以 可以吃第一狗 我不要你自己吃 我自己我自己吃 你吃第一狗會 你吃第一狗會 我老怎麼你又走回回家咯 我東西沒有拿 你給我回去拿些機場 你不要通問我時間了 機場要飛機飛了 不要回咧 我自己跟我家人講 我會回咧 吃兩天回我陪你一起回 不用我講我自己要回 你還沒有消息的咧 我沒有 誰叫你對我發浪大脾氣 我不要 你拿出一些 你答應我不要再發脾氣什麼了 你要做到的 不要嘴巴講而已的 你幹嘛停下來 你怎麼 我還下手做目的咧 他到底在做什麼 你們看 他在做什麼 你怎麼你 我吃了 我吃了 什麼 我吃了 我吃了 蛤 你就不能 你不是甜甜嗎 我 用這幾天來補償你 我生氣 你就這樣就好了咧 每一次就這樣好了咧 每一次就這樣好了咧 我都會補償你的 可是現在誰回家先給我 這回回家這麼 回家冷靜一下 跟媽玩一下 我給你多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你要講我嗎 快點講我 都沒了 不行 我以後不會再這樣子了 不會再大小時候 跟你講話那些咧 我就是 把氣發在你身上 我洗完了 然後這次 ok 現在呢 我們又回到Live Studio了啦 最後幾場我還是沒有去到 然後現在達達都在上廁所 我有打算就是不要再玩他了 就直接跟他講說 我有亮米了啦 因為我怕等一下再玩下去的話呢 好像又會生氣 你的頭這麼差到這個 你再自拍哈 坐下來 坐下來 你沒有生氣了是嗎 其實我今天偷偷做了一個東西 做什麼東西 我沒有生氣了 你沒有生氣了咧 我其實很早就沒有生氣了 喔 然後其實現在呢 我已經拍了好一個content 不行喔 有 我其實拿來拍一個content了 就是我要看你 怎樣貪回身體的我 可是我們真的在吵架耶 就是我故意拍的嗎 因為很多觀眾講 欸你們沒有生氣了咧 如果生氣了喔 你是怎樣貪回我的 所以我就拍這個了 我打開啊 為什麼要不要 不要 不要 你這把他拿來打這個 不要 躺著啊快點 那他還沒有原諒我耶 然後我就可以這樣拍一集了 那這樣子是沒有生氣了啊 沒有我早就沒有生氣了啊 這樣我買機票了嗎 沒有是他其實 也沒有 哇 幸好幸好幸好 哎呀自己起 已經不起可以嗎 但是你要答應我 就是你以後 講話溝通什麼就好好溝通 不要發脾氣 可以可以 我不會再這樣啦 好在觀眾面前答應你 觀眾面前而已啦 所以就是一關了 這個相機過後 就是 妳的面前也是 妳的面前也是 OK好 晚餐帶你去吃好了 這樣咩 啊是好 就看這打打有送完我了 那個聖誕禮物我都算了 他這個耳朵 這個也是我送了耶 是我就特地 特地穿著他的這個 不是啦 是這樣子也可以拍成一集啊 拍完了嗎還是要我 拍完了啦 如果不原諒你的話 我等一下就再吵架了 哇真的驚訝到我耶 這樣頭髮還是全部沒有輸 他剛才喔 就是我哥打電話可以講 我要去機場 趕快衝過來 所以他就立刻馬上 跟你講10分鐘吧 他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每一遍的話 記得按這裡分享 訂閱打開小鈴鐺 訂閱 我會收到150千 我會送手iPhone12 yeah 我會親手送在你的手上 他的心上 他還去拆 那麵棠花 那麵棠花 是啦 你害死了一個生命 好嘞 I follow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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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